《彼得後書》 《彼得後書》 這封信的對象與彼得前書一樣 是同一個教會網絡 而且與前書一樣 很可能都是在羅馬寫成的 彼得意識到他奏法會無命 從早期教會傳統中 我們知道 彼得是在尼陸皇帝統治期間 被羅馬政權處死的 所以這封信是彼得的臨別贈言 彼得一開始發出一個終極的挑戰 就是耶穌的跟隨者一定要不斷成長 接著有兩個警告 全部都是關於那些不斷冒起的假教師 他們令到很多基督徒誤入歧途 是因為他們的腐敗生活方式 和他們扭曲的神學 在整封信中 彼得不斷反駁這些教師 對他自己和其他使徒的指責 他的目的是要恢復這些 教會群體的信心和秩序 所以彼得一開始就提醒這些教會 神透過耶穌邀請人去分享祂的本性 意思就是分享神祂的永生和愛 這句說話非常震撼 而且要用一生來回應 接受這份禮物就等於為生去建立 跟神的神性一樣的性格特質 彼得在這裡列出了七個 我們要努力去追求的品格特質 最後一個是最重要而且總括所有的 就是愛 對耶穌來說 愛是為他人的好處而捨己擺上 而且不問回報和不惜一切代價 彼得認為去愛就是去分享神的生命 彼得跟著說 這一封信將會作為祂教導的提醒 可以流傳給之後的世代 因為祂親身教導的時間已經無多 所以在祂死之前 祂很想回應那些扭曲耶穌和使徒教導的教師 他們那些反對的聲音和指責 彼得首先回應一個當時和之後的懷疑論者 都不斷重複的指控 彼得跟其他使徒生安白做 耶穌死後復活和祂做世界的王都是謊 他們說耶穌根本就不會再回來 所以彼得講述他親眼見證耶穌在山上變像 很震撼的一幕 記得是馬可福音第九章的記載 使徒看著耶穌被高舉為王 而祂的復活表示祂現在仍然活著作王 而且有一天會再回來拯救我們的世界 所以耶穌將來再回來 丹利神的國度 會應驗了舊約的經文 他們一直所指向 舊約的先知說話不是人憑空創作出來的幻想 相反是透過用人的說話寫成的聖經 和道成肉身的耶穌 神自己已經向我們說話 彼得跟著要應付 教會內的腐敗領袖所構成的威脅 他集中回應更多他們的意義 首先這些領袖拒絕接受抹世審判的概念 即是到時神會要所有人對他們所做過的事負責任 因為這個原因令他們有藉口去無視耶穌對金錢和聖的教導 他們透過在教會教導賺取巨額的利潤 更加不用說他們到處搞三搞四 但彼得提醒這班讀者 神有能力 而且祂會以祂的公義來對付反叛的人 他舉了三個古代的例子去提醒他們神施行公義 首先他提到創世紀第六章神的眾子的故事 根據當時流行的猶太著作以諾一書 神的眾子是叛逆的天使 他們踩過界跟人類的女人發生關係 最後換來神的審判 然後彼得看到古代洪水的故事 第三個就是索多瑪和俄摩拉的事跡 在這些事件中都是人的叛逆最後引至神的審判 不過彼得說神永遠都對祂的子民信實會拯救他們 他就以羅德的故事作為例子 然後彼得把這些古老的事件 和教師腐敗的生活方式連繫起來 他們都是追求金錢和聖滅士神的權威 引導人認為神不在乎我們的道德選擇 彼得說他們教導有關基督徒自由的信息 其實等於拿正牌去為所欲為 所以彼得後來要在第三章裡提起保羅的書信 似乎這些教師扭曲了保羅有關基督徒自由的信息 這個並不是保羅所說的自由 彼得說明這些教師不是真的自由 事實上他們成為了奴隸受制於自己肉體的衝動 他們作為基督徒就更加悲哀 因為知道耶穌的教導令他們罪加一等 他們就好像古時針言所說的可憐例子 好像一隻狗吃回自己的嘔吐物 又或者洗乾淨的豬又跳回泥裡 然後彼得回應這些教師拒絕最後審判背後的理據 他們說神的子民一代又一代地離去 都沒有見到他們的盼望實現 耶穌又說回來?為何還未回來? 彼得的回應是要去顯示出這些想法有多短視 他說你看看四周圍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偉大的宇宙 我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過去的某一刻 神的話語好戲劇性地介入 令到一些東西從無之中變成有 從混亂之中帶出了秩序 而神有能力再一次這樣做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為何神要等那麼久呢? 彼得提醒我們 他說我們人類對時間的理解是非常之有限 神一直在作供這段漫長的時間是不能夠忌忌欠 這樣塞進來我們這個短暫生命的框框裡面 實際上這段那麼長的時間是標誌著神的耐性 他比每一代都有機會去意識到自己的自私和罪 都可以謙卑自己在神封城的恩典面前悔改 神的恩典會引令歷史步向主的日子作為終結 在這裏 彼得引用了以塞亞書和西藩亞書的預言詩句 他們以耗盡一切的烈火來形容神審判的日子 彼得說在那一天天必定會轟然一聲消失 所有Stockia都會因為烈火而融化 Stockia這個希列文可以是指 組成物質宇宙的基本元素 但更加可能是指天體 換句話說就是星星 彼得所引用的以塞亞書34章4節裡面就是這個意思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句就是一個隱喻 意思是天空會在監察一切的神面前被剝落 所以彼得說 在主的日子 地上面和其中所有行為都會被顯露出來 神審判的最終目的不是要摧毀這個物質宇宙 而是要暴露和除去世界上的邪惡和不公義 以至一個新的天和新的地可以出現 裡面充滿著公義、充滿著神的愛 裡面的人會認識神、愛神 而且愛他們的鄰舍好像自己一樣 彼得總結說 這個才是耶穌和使徒包括保洛所傳揚真正的盼望 他的書信如果被斷章取義的話 可能會被誤解 但是所有使徒都在說同一樣東西 就是這樣彼得就寫完他對教會最後的定竹 彼得後書的語氣非常之強烈 但是他這麼強烈的情感是來自他堅定的信念 就是他相信神愛世人 而且決心透過耶穌來拯救這個世界 即是說神的愛一定會來對抗和處置 那些在破壞這個世界的罪惡和不公義 神會按他的時間表去成就這件事 為人類和整個宇宙開闢一個暫升的未來 彼得後書對整個世界有一個廣闊弘大的盼望願景 而且他挑戰我們去審視我們自己每一日的生活 這些就是彼得後書所說的東西